再来中国广东则是有一个殡仪馆近期被民众爆料 把炖汤使用的这个翁拿来装死者的骨灰 有死者家属就看到医院给病人的炖汤使用 同样的容器觉得非常的崩溃 这个事情发酵之后 当地的民众表示殡仪馆人员称 管方都会提供免费的骨灰翁 而德庆县的民政局则回应 在接获民众反应后有派人到场勘察 的确看到四五个同款的容器 已经要求管方不要再做使用